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你今天要去华龙洲吗 因为有一个人要去华龙洲 好像是郑云鹏吧 他说他要跟五四邀那个队去华龙洲 对对我知道 没有人邀你去 有啊五四邀有寄给我 因为你是这个羽球的那个专家 没有啦他们都会广泛寄了 我刚才也很熟啊 你那个华龙洲滑两下你就昏倒了 还好不会晒黑啊 可能会中暑 可能会中暑 你算了 很热啊 你说今天华龙洲啊 今天看起来天气还好 不过等一下会很热 龙洲比赛加油加油 好这个 可是我们既然这个端午节 既然讲了这三个题目还蛮严肃的 第一个是先预告大家 你欠我一颗粽子 继续好继续 我欠你粽 我以为你不爱吃粽子啊 这个 我很少吃粽子 吃粽子会胖 有的人是对糯米没办法消化 不会不会 糯米对这个胃不错的 你是台南人啊 我都是喜欢吃 你是高雄 我喜欢吃南部粽啊 你是从小在台南高雄长大 我在高雄长大 南部粽就是要炒的那种粽 你男人不懂 米糯米要炒一炒 然后包起来 我吃就知道了 你吃就知道了 可是我吃就知道 我们的北部粽又不一样了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还有这个大陆的所谓的外省粽又不同了 对对对对对 连我爸爸都吃的粽子就是只有把米放进去 我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以后你女儿长大 我爸爸吃的时候 白米放那个白糖吃 还有减重 那个大陆 大陆最近被人家发现很多粽叶啊 都不是很干净 那都漂白过嘛 所以要特别小心 我小时还包过粽子呢 因为帮我爸爸包 因为那个买不到 就要包两颗给他白色的 还有减重 是是是 减重很好吃 好了 我在我有偷藏两颗减重放我冰箱 你会包粽子吗 我小时候会包啊 这样啊 我小时候 家里自己包的越来越少了 现在应该不会吧 我老妈包的超好吃的 那你老妈也给你寄上来吗 我现在八十几了 大概自己包了 郭妈妈祝你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好 今天这个粽子节 总是要那个闻闻粽子的味道 那个昨天我们献哥在他的这个 讲业语节目说 今天十一点到一点 如果你要改运的话 不只粒蛋 不只粒蛋 要叫栽贱沐浴 十一点到一点 洗个澡 你就会有新的运气了 就跟王建明一样 今天搞不好 他对白袜 他就转运拿 十一点到一点 十一点到一点 好 那我去洗个澡 献哥懂的 我知道 他说他那个 他会什么紫围斗数 献哥那个头 那个样子看起来就知道 他跟你是一国的 郭正亮的好处就是说 你说他的头 他都不生气 在头上面放一颗蛋 好 可以立起来吗 那我看你倒立就像单单 在立起来了 有没有 你当倒立 昨天永正寄给我一张图 我不是准寄给你吗 一个头上面一颗蛋 那永正寄给你的 练功 原来那个练功是这样练的 OK 那今天大家也这个立蛋 今天很开心 那可是我们的亮亮哥在现场 这个今天的题目还是要比较严肃一点 最后就讲苏主席为什么 我们下半段讲苏主席为什么到美国 表现如何 我看他吃吃粽子吃了好几个 他就是要接牌 因为要成立民进党的代表处 民进党代表处成立那么久都还没有接过牌 还没有成立 那以前派的代表干嘛 就吴钊燮先去处理事情 那要张罗啊 要张罗 对对 那他现在在找到办公室嘛 你们现在有钱了 可以租房子了 可能有特别针对这件事情去募款 是哦 那现在代表谁 所以他特别要去 就吴钊燮啊 那吴钊燮 对啊 那吴钊燮不是来来回回吗 以后他要常住了吗 以后比较常住那边 OK 所以你们对美关系要更加 对对对 好 那那个这是我们最后谈的题目 还有就是讲到 我们预测 马英九跟习近平 到底这三年内会不会见面 不这个先不要说预测啊 我们现在讲说 为什么最近这个讯息这么多了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是 那联合报那个社论是6月8号 因为联合报突然大张旗鼓 写了一个 令人吓一跳的社论 就是全力创造这个条件 就是马英九跟 因为明年 APEC会刚好在上海举行 应该一般是11月吧 一般是11月 那因为去上海就比较没有那么浓的政治味了 如果去北京那就非常敏感 非常敏感 APEC明年是北京主办 上海 在上海举行 对不起 是大陆主办 在上海举行 那APEC是每一年 我们这些会员国都要派领袖 通常都是领袖 对那因为陈水扁任内 曾经想要派李元处被拒绝 他本来想自己去 结果不让他去 那个绝对不可能 后来要派李元处都被退了 对也被拒绝 这是现任 现任都被拒绝 后来他派了谁呀 好像李远哲 对对对 那我们也看到国民党 即使是国民党执政啊 那实际上你看到 多年来一直开的是连战 连战嘛 可是连战也是卸任的副元首 对对不对 那之前事情因为 非常诡异啦 因为6月6号是国民党的智库 有一个国安组的顾问 叫曾富生 他先抛出这个idea 你说他开会吗 他公开写文章 OK 公开写文章 然后6月7号我就看到 上海台研所的副所长 李永杰啊 呼应这个idea 而且还提出建议哦 说马英九还可以回去湖南去祭祖 那湖南那边还有一个国军的忠烈词 可以顺便去看一下 都公开讲出来了 那接下来就是联合报6月8号的社论 就是用APEC开创 对对对 协会的条件 然后接下来就是6月10号 马英九接受广播的专访 对 因为一个月前他也在你这边接受专访 他在你这边接受专访是5月8号 对 然后5月4号他才对大陆的政治对话的呼吁 说no 说不必急 然后6月10号他接受那个广播专访 整个改口了 有一点完全改口 完全改口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那个调子完全不一样 他第一个就 因为他对政治对话就是公开就拒绝了 对 一个月前 那6月10号他接受这个广播专访 我就有注意到 他就说这些建议我听进去了 而且6月10号这一天刚好习近平跟欧巴马 对 结束会谈 然后吴伯雄要 要去大陆 对 就是12号到14号 那马英九还讲了一句话了 就讲说这个恐怕要创造一些条件 这个很 他后面又加了这句话 这个是最大玄机 然后后面他又对目前大家在酝酿的所谓政治对话 做了新的解释 他就说 互设办事处就很有政治性了 他就这样讲 事实上他也呼吁大陆要接受台湾的版本 那希望在北上广 北京上海广州 能够顺利成立办事处 然后也说两岸要深化扩大交流 接触越多越好 层次越高越好 然后又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然后还讲了一句话 又加了一句话 不那个国与国关系是让北京放心的 因为他说不是外交机构 他先放了 那个是为了要让护士办事处顺利过 因为大陆版本还没有出来 那里面有一句话最有玄机的 他说我对这些都没有任何限制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对不符合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是对任何事都有限制 没有错没有错 而且他大部分都是先say no 对不然就先说不急 尤其是政治了 我讲的是政治了 所以这个蛮诡异的 所以你说新的讯息出来了 从6月6号这个我们的智库 就是国民党的智库 对国民党的智库 他们突然发现APEC在明年 要在上海进行 那老共是地主国 那7号这个你说上海还有呼应 8号联合报社论 对 然后10号 写得非常赤裸裸 非常赤裸裸 认为马英九不掌握这个机会 两岸就没有这个任何 说什么下一步的可能 对对对 什么该当何罪都讲出来了 对对对对 而且居然还讲 就是说吴博兄 你就直接在无习会提出来吧 对 然后接下来 就6月10号 习会的时候呢 对于军售台湾的这事呢 习近平讲的也不太强烈 他就是对军售照本宣科 好接下来他就接受访问 他接受再接受电台访问 其实这个是蛮特别的 因为依照他的惯例 他通常不太会连续 在三个月之内接受电台访问 通常他们都是这样 电视台电台都是这样 慢慢的这样的安排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佳英华已经接受了 电台访问了 那他再安排这个总统的话 所以不是接受 coco专访之后令结新欢 那倒不是 那虽然他令结新欢 我也不太伤心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这个 当然我们看新闻 看政治人物的动态 恐怕必须看他的后面 我觉得老共的新闻单位 或者是国外办 或是他的习近平的幕僚们 大概也会分析 coco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因为上海台人所 都是涉台人士 讲话是不能乱讲的 那当然也要 而且李永杰那文章 是发表在旺报 那也要经过上面的同意 他一定要知道上面一点讯息 那好嘛 那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再请亮亮告诉大家 就是说APEC 他们强调 那个联合报社会 说这不是国家的领袖 是经济体的领袖见面 这个这个是这样了 我们就讲到执行阶段的话 对 执行阶段有相当多的障碍要克服 因为APEC香港有参加 那要不要跟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放在一起 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跟这个 这个香港的特首站在一起 那人家立刻就会问说 你是用什么名义参加 你是也可以跟欧巴马站在一起 没有你的名义 因为人家会立刻联想到说 你是不是中国台湾 从民进党立场来看 什么民意区都是不行的 完全看马英九 习近平他们脑袋怎么转 马上回来 我们等一下 这个要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来看今天的主题 一个就是马席会 好像有了谱 可能正在双方酝酿 他的这个成局的可能性 那等会 你也未免太爱菊姐了 苏主席到美国去 有什么成绩 最后来得及 我们再谈谈那个 令人生气的 会计法的修正案 修法的情况 到底怎么回事 马上回来 好我们这一段只剩三分钟 这个来这个郭正亮教授 在我们的现场 这个全球会计购 我们刚讲到 就是说最近的一连串发展 这个马英九 似乎在释放讯息 跟吹风 大陆这个 看看说明年的APEC 我们可不可以去 你说刚才提到 就算是中国台 香港有特首去 那我们是中华台北啊 对了 我这个大陆要愿意 接受现任的领导人 那以前你也知道 都是现任的连赞 我觉得他这样努力做 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说 这个前面 即使他去不了 如果对立去了 那不是更好吗 我跟你讲 前面有一件事 一定要先完成 就是张志军跟王玉琪要互访 你觉得要这样吗 大陆做事情就是这样 OK 他一定是循序渐进 那这个刚好有一个时间点啊 我把那个执行上的 必须要克服的障碍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护设办事处要过 那希望能够在明年 农一年后顺利接牌 或者在今年年底 那接牌呢 张志军总要来台湾接牌吧 那王玉琪去上海接牌吧 或者去北京啊 就说这两个人 一定要互相接牌 然后就可以酝酿更高层的 去APEX参加联会 酝酿那个气氛 OK 不过因为这个是 大陆做事的习惯了 就是说 连张志军都没去过台湾呢 张志军副主任时代来过台湾了 他现在是国台办主任 我见过他在台湾 副主任很多人都来过了 对啦对啦 就是说你说国台办主任 这个阶段就不能来 那王玉琪也需要去嘛 我刚好这个是一个题目 你就代表出确实 接牌 接牌 那如果互访 那你接下来就安排这个 差不多 我安排这个的障碍 这个还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智库对话先行啊 那事实上他现在也开始 对这个放松了嘛 那社会各界预期 明年应该会有智库对话 我讲的是政治对话 那可能包括 包括书企那个台北论坛啊 也会开始邀请对方来 那对方可能也会搞一些 新的单位了 也许叫北京论坛或之类的 我们还不清楚 这次的这个乌伯雄主席 帅团去这个阵仗也不太一样 那个他 接见这个乌伯雄啊 那个马英九 我觉得他故意把这一次 搞得比较正式 其实里面很多都是马的人啊 那当然了 不管其实谁都是马的人 连乌主席也是马的人啊 所有台湾子民都是总统的子民 其实这个时间 也是有点刻意啦 因为本来 端午节 本来大家没有期待 国共平台这么早发生啊 他正量是这个的专家啊 但问题是说 民进党会是什么态度 你们会杯葛吗 因为现在都在放话阶段 问题是 如果真的马 马习会完成了 你们免党就完蛋了 这个还要很久了 而且明年是2014年的七合一 那个时候刚好地方选举 对啊 有地方选举这个因素会不会造成马习会的变数 那要看当时的 我觉得马英九只要真的去APEC 而且不是用中国台湾啊 是用中华台北啊 都是加分 那民进党就以后再也不要翻身了 这个新闻会非常大 OK好 会相当的大 那民进党要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两岸的问题呢 怎么样突破目前的状况呢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我们等下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如果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 那就是民进党噩梦的开始吗 我们今天全球快递 给我请到的是郭正亮 这个告诉大家最新的发展 我们以后的关 关键大概就是 马英九怎么样释放消息给习近平 习近平怎么样回消息 习近平跟吴波熊见面 之后回来的消息也值得关注吧 对不对 不会那么快啦 会那么快 也会啊 双方 两个人要结婚 也要互相的那个传递那个 那个爱情的那个爱苗吗 明年11月 现在已经是6月了 到明年11月只剩一年半 那还很久啊 那 我跟他讲他要先过的关 是护设办事处 OK啦 刚才他讲了这个郑亮讲了 就是护设办事处 然后 你认为王玉琪跟张志军 应该有个互访的接牌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 就是明年的APEC 那个味道会出来 上海的会议了 那个味道一定会出来 会吗 接牌是很大的事 其他国家会反对吗 反对什么 反对马英九去那个APEC 不会 不会啦 因为美国一向认为 我们应该参加 我们这次看到那个欧席会 欧巴马 当然他们有谈到台湾关系法 跟军售啦 欧巴马还有另外一段话 他说他对于现在两岸关系的深化关系 他是乐观启程的 所以因为这个是经济体 APEC是经济体 这个并不是政治谈判 对啦不是政治谈判 而且那个习近平也喜欢游泳 马英九也喜欢游泳啊 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在游泳池里面 一起游泳啊 你可笑死 这个就是事 不是我跟你讲嘛 两岸的东西何必搞那样 那这样子就说 现在马英九又有目标了 那这个两岸的下一个 现在还不能叫正式目标 这个是吹风啊 对啦对啦 不过吹风你当然可以想象 民进党一定会有人质询嘛 那你们民党怎么办 民进党事实上现在就立刻碰到了 是两岸的这个忽舍办事处 因为目前 对呀为台湾人那个好 现在反对意见很大 我在北京啊 我跟你讲 我们没有办事处 你就跟孤儿一样 不我知道 那个服务台商啊 还有在大陆这么多台湾人 这个坦白讲 正当性是很高的啦 对 那你们YSGYS 他们是在担心 大陆进来要做什么 他进来他进来服务他自己的人 他怕他变成第二个新华社 又怎样 不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是传统的心理嘛 就是民进党人就奇怪嘛 这个不只是民进党啦 台湾有很多人是逢中必空 害怕 保命防碟 所以那你们的党要有一个灵魂的想法 要有一个比较 所以第一关 我跟你讲 今年啊 今年还包括ECFA后续要签 还包括服务贸易要签 对不对 我就说这是三大议题 那未来大陆很希望 台湾能够启动另外一个议题 叫文教协议 这个你也知道嘛 那如果说两岸 互设办事处最后是过了 那在互相接牌的过程当中 我估计文教协议也会浮出来了 文教协议当然 后来啊 未来就是媒体互相开放了 你讲这个太快了 我是讲文化的 文化交流会增加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们刚刚讲那个马英九 那个东西就会慢慢的浮出来 这里面你们民进党有吵闹的角色 但是没有关键的阻挠的角色 每一个议题都是吵闹的角色 那你们吵闹什么东西啊 你们又想执政又要吵闹 不这个 不了这个是你现在讲的是 这是他的困境嘛 我说你民进党现在怎么办嘛 下一步嘛 你问我啊 两岸议题民进党现在为止 都是以制衡为主啊 制衡个鬼头啊 你自己要吐那天前几天 我起立啊 比如说服务协议要签对不对 服务贸易 那美法业界不是来承积吗 对啊 说怎么这个资本额这么低啊 20万美金就可以成立了 那当然有一些人会害怕嘛 因为大陆这个美法界 一定有相当的力量嘛 他只有钱而已啊 他的技术还不弱吗 那另外一回事啊 可是这些既有的老板 那我们可以相互啊 我们的人可以去啊 我知道 我去台湾 台湾去大陆也会赚到钱 对啊 我们的曼都啊 我们的那个A salon啊 那些联盟不得了啊 我跟你讲啊 他们现在在台湾都是最大的 你错了 阿亮你不知道 大陆人对台湾的美丽的部分 他们是有情有独钟的 我知道嘛 我可是台湾 第一个反应就是 对台湾内部的冲击 那就是你们民进党的人 这个不是啊 不知道啊 哎呀 我跟你讲 国民党立委也怕了要死 那是乡下的立委 我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美法院啊 就是选举放消息 最重要的点 对啦 好 这个问题 对双方还要摩擦 就是一步到位那么快 恐怕很难 马英九 有要开放服务贸易啊 他有在对台湾的冲击做评估吗 有啦 人家国安会跟那个内部都会有的 陆委会也有 那请问他有跟同业工会聊一聊吗 还没开始吗 哎呦小姐啊 现在几月了 还要那个 还没开始 他先把这些乱七八糟事情搞完 12年国将 不是乱七八糟 我虽然头发不多 我以前还是美法工会的顾问啊 你笑什么啊 你做美法工会顾问 你几个人才上门一次啊 我有一次问郭正亮 我说你洗头吗 他说他洗头 我下一个问题是 你有选部吗 他说他有选部 我每次都跟理法院抗议 对啊 收的钱是一样的 我说我理两分钟 他理二十分钟 怎么收的钱都一样 你应该收十分之一 好了好了 我接下来再问的是 你们民进党这个两岸政策怎么办呢 你的关键就在于你跟大陆 你又不能突破九二公式 不能这个吞下九二公式 那你们到底要不要发展出一个什么样的主张 可以啊 这个啊 突破你们现在的对大陆政策的困境 因为现在即使年轻人起来 我们的这个台独的主张者 就算比例也增加 我们的这个台湾人 秩序的人也是增加 我们这个主权独立的人 这个国家的人的现状的人也增加 但是我们想要来往的人是几乎百分百 你怎么办 对啊 你问到核心问题 对啊 你怎么解决 到现在还没解决 宪法一中是不是解决方法 不可能这样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要大陆也接受啊 我知道啊 那不可能这样提嘛 那怎么办呢 我现在在酝酿的就是夏昌廷嘛 夏昌廷六月二十八号要去香港 开会 那跟大陆做一个论坛嘛 对不对 那夏昌廷到目前为止提的也是 宪法各表宪法对话嘛 不过他是愿意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 嗯 我是觉得民进党要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 这是第一点 嗯 你起码要先拉回来 中华民国宪法 其实多多少少跟一中各表也有点类似啊 就是你不一定要这样提啦 因为这样提你整个党就崩盘了嘛 我的意思是对方要接受耶 我知道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间 对啊 是有一些历史关系的 对啊 有重叠的啊 所以那就是一中各表了 呃 那是那是你的说辞了 呃 民进党不会这样说了 所以他我们现在讲的叫宪法对话嘛 对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至少跟老共 要让他对他国内宣传的时候有个说法 我们用的概念叫特殊关系了 他在他国内怎么说你去过大陆多少次 他永远都是台湾是一中 他从来不做不个表 他就是一中嘛 对不对 那他对内的有他国内的这个说说法 至少要让民进党跟他的这个平台 是跟国民党啊 差不多 然后让台湾人民相信 其实Coco啊 我跟你讲啊 其实互有需要啦 嗯 我跟你讲为什么 他为什么需要民进党 因为台湾中华民国宪法保障了台湾 我们两岸如果真的要做政治的终局处理 嗯 我们的宪法规定要四分之三 哦 就说你说要这个最后的投票了 最后最后最后的那个 那至少这个案要提出来啊 四分之三 如果是大陆跟台湾一起投的话 我们就四分之三很难过 我们要进广告 接下来我还是不要饶过苏主席 看他到美国去干什么 嗯 苏主席去美国 哦 接牌 接完牌以后呢 这个苏主席再快接 接牌是最后接 还没接 他先去西岸 哦 可以 他现在还没到东岸去 他要去十几天 哦 去那么久啊 去美国那么久 好辛苦啊 去很多同乡会啊 哦 怪不得他在每个地方都在那个 都在演讲 只有民事跟他去 其他电视台有吗 三立有吗 三立有趣吧 我没看到哎 我只看到民事 其实民事 民事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台 你知道吗 自由时报也有趣 做得非常好 很多报纸都有趣 民事新闻台真的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公正 蓝绿 不骗你 我不是开玩笑 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过 三立也不错啊 嗯 保留 你中人啊 Coco早餐 好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很精彩的就是 呃 我们发现两岸关系 进入了另外一个可能性 这个马英九跟习近平 啊 会不会在IPAC见面 那即使 马英九不能去 如果我们的吴敦一副总统去的话 那吴敦一就可以2016选总统了 绝无可能 为什么 马英九绝对不会给他这个credit 为什么 没有意义啊 真的吗 他让他接班人可以接班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我觉得马习会 如果真的发生啊 嗯 他这个的功用啊 相当于李登辉当年搞两国论 作用是倒过来 那是形式上的吗 倒过来 作用是倒过来 那是马英九的历史 他会匡限后面两年的发展 哦 你知道我意思 我懂了 匡限就是说 他的接班人啊 就要follow这个路线 对啊对啊 你看李登辉在1999年7月搞两国论 后来连战也一定要follow这个路 对那如果那个马习会见面了 那就算2016民进党执政 那民进党的对大陆政策也必须延续啊 这个马习会的 马习会对民进党是很大的挑战哦 会哈 挑战非常大哦 嗯嗯 因为他恐怕会又被迫变成像反国王会谈那个时候的位置 哦 no 现在的台湾的名气是赞成马习会的 不 那就会受伤嘛 所以我说会受伤 哦 我是说以现在的气氛 哦 民进党可能会变成那样的角色 不是 哦 那这样讲不是说现在的气氛 是现在的民进党的智商 我就说民进党的气氛也是这样啊 太多啊 你们的智商 我就跟你讲 你连互设办事处到现在还出不了关吗 OK好 他你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到大陆你总要服务那边的台湾人民吗 嗯 这个正当性是很高的 嗯 可是他在担心新华社会进来 那你这个思维方式跟人家想的不一样 这就是倒着推哦 这个对未来的事件 如果明年底有七合一有11月APEC 那我们再倒着回来推 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件新闻事件是大事 哪一件事有未来感的 没有错 没有错 对不对 我们的媒体 这个是判断力的问题 政治人物就朝这个方向部署你自己的未来 那企业家也应该可以部署自己的未来 这个没有错 这是两岸政治智商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错 没错 跟正亮聊天 开心就这样 因为他们的集体智商很低 可是一定有党员郭正亮的智商很高 他不能够都只去想大陆的力量要进来 你要去想台湾老百姓这么多人在大陆 那你需不需要做一些事情 当然需要了 OK好我们这个接下来看苏主席 他自己去美国接牌顺便拜访 这个接牌是最后几天了 对我知道他这个会计法这件事情 他去拜会这样一话 然后第二天马英九宣布这个会计法这个复议 他是不是赚到了 对他形象算赚到 对他的公众形象跟党内的地位领导有plus吗 其实我跟你讲 这里面江一话有点受伤 因为他受重伤 我知道因为他没有料到苏贞昌会 大大动作开个记者会公开道歉 对不对 那这个就给马英九一个很大的道德压力 所以马英九才跟进 如果只是苏贞昌去见江一话 那就不了了之嘛 因为人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那这样一话也许是这样预期的 他没有想到苏贞昌之后就立刻做一个大动作 做一个记者会 那就公开道歉 对不对 那个就等于是逼公 逼马英九你要做动作 因为本来是台联林世佳先迟 那这个道德压力就到民进党身上了 那接下来是苏贞昌公开道歉 对不起道德压力又回到你马英九身上 那当然马英九也就接球了嘛 那马英九做这个接球动作 事先江一话毫无所惜了 所以他重伤嘛 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他有点小活该 这个政治判断力不够 他前面也讲话讲太大 他前面你知道吗 我跟他们 他对法律做解释 我跟党政界的人 最近有聊天 他们很多人就说 可能江一话的政治幕僚不够敏感度不够高 如果他先讲复义的话 而且Coco 他就赢了 我知道Coco我在跟你讲一件事 因为苏贞昌打电话给他约时间 他应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 他应该立刻就去请示马英九的意见 对 而且他应该有政治智囊帮他做一些分析 他没有做这动作 他想说马英九就是反对 马英九反对复义 那是早上 不是下午 是啊 我知道 可是马英九没有料到苏贞昌要来 对啊 所以他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刻跟马英九 我觉得马英九的身边的重要的幕僚 还是比较聪明啊 反应快啊 老骂那个我们家的那个 不 我觉得是马英九自己 No 不 因为他是选举出身 我认为还是 最后还是跟美国有通过电话 那那个也是选举出身 当然 所以他就是聪明 所以一样嘛 一样嘛 就说江银化做完这个动作 苏贞昌大动作开记者会之后 然后又 大概隔了将近 这个将近十几个小时 这完全符合马 马金的团队的那种 我同意 这个政治操作 我应该说完全符合金普冲的政治操作 嗯 对 对不对 这是正确的啊 是正确的啊 对啊 我也同意是金普冲建议的了 嗯 他才敢 这个就是有选举力量 其实其他人也建议的 只是力量没大 是了 那 所以呢 因为马英九拖了七天 哎 马英九自己在五人小组的时候 也默示了 默认了 是吗 对 哎 这件事将来历史有攻断啊 嗯 那这个 根本就是答应了联青标啊 也不是 我不认为 是教授 你知道吗 是 是 是 嘉宜化 他跟马英九 他们确实同情教授 你看马英九很很困难 因为他自己有个特别废案在 所以他实在很难讲话 然后王金平啊 曾永泉啊 这两个人反正要还还延金标人情 所以他们五个人就各有所需 而吴敦一你知道他是比较看风向的 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你的司法之前人人平等这个 这个宪法的这个 这种概念是这么强烈 其实最近有两件事啊 我们人民的力量很大 力量很强烈 另外一个是台飞渔业 对 那个摄差事件 对 这两件事情 这个恐怕意味着台湾老百姓 现在渐渐发现 他用这个方式是有效的 对 而且这种议题超越蓝绿 超越 对不对 就是超越蓝绿的时候 这些议题的爆发力非常大 那这一点我必须承认 苏主席比较那个反应快 是啊 他为什么 因为他的幕僚吗 不苏贞昌其实他对这种事情的判断啊 他做过院长 不止了 他也当过县长 当然也是因为轿子掉了以后 变成眼睛标出来 别人这个教授不能出来的关系了 因为我们的基层反应太激烈了 是真的很激烈 非常激烈 我的脸书从来没有这么爆红过 就被骂这样 不是就上来喊赞的 我只要批评啊 批评啊 喊赞都超过200啊 对啊 就你们基层的 这个就非常非常激烈 然后包括电话被打爆 然后当然也集中到去反柯建民啊 这个事实上也不公道了 因为三长都签名了 对 不是他一个人啊 我都觉得柯建民反正就这么回事嘛 这个件事情跟三长没什么大关系啊 最严重的还是 就是说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就是王津平啊 你的这个朝野协商 哎 马英九没想到你们会完成这个样子啊 没想到 对 马英九是同意你们去搞嘛 但是至少民众要接受 你怎么可以半夜三跟十一点半 几个人就随便签个名就把他搞过了呢 而且快快我跟你讲 因为林思佳后来出来爆料 说什么 说本来他去问王津平 说教授可不可以单独先处理 因为太大帮 他在帮教授 那王津平拒绝 王津平拒绝 一开始 对 后来呢 他说一定要绑在一起表决 林世佳亲口说的 亲口说的 但林世佳自己 这是他自己辞职下台之后说 对呀 那林世佳他的先生也是个教授 是没有错 他们是在帮教授 对呀 这我同意了 可是因为林世佳觉得国民党应该也不会反对教授吧 所以他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处理这部分 因为有头债有主 这里面的狐狸是谁 那王津平跟柯建平当然是希望要承诺言金票 因为首长特别费 所以这里的狐狸 是谁呀 听众朋友你知道咯 马英九其实还是蛮无辜的 我觉得 rage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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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